我覺得那至於那時候 可能比較誤會 就是說 我們這樣是不是覺得 因為我們是太後面 才進南亞洲餐廳 要比較晚做什麼事 這樣的方式 對 童貞其實沒有這意思 我的開玩笑方式 跟童貞有點類似 就比較地獄格 而且我們開得滿過分的 我們開一場的身高玩笑 全明星黃隊二連敗爆內訌 徐偉澤全招了 郭哥伴散步阿伯突襲 所以來全明星之前 有些跟學長平好有過嗎 有 他的專項自然球 那我們都待過球隊 進來之後我就說 品浩的成績 任何項目的成績 都是我想超越的成績 因為你要我把成績放在紀錄 我覺得有點太自不量力了 但是我就覺得 品浩 我想試試看 來 擊球 追殺紀力萬鈞 真的喔 徐偉澤 太帥了 這一球 太帥了 對自己也是刮目相看 那位對自己刮目相看的男人來了 徐偉澤替黃隊拿下第四座MVP 之後卻被藍隊逆襲苦吞二連敗 二十六號最新一級全明星黃隊捲土重來 再度拿下全勝 士氣閃電般回歸了 那兩敗對我們來說滿重要的 因為比到破琴 我覺得我們都有一點喪失了 真的在之前那種對勝負的渴望 以前那種想贏是 真的是豁出去了 我就是要拿下勝利 但現在反而是很想贏 可是企圖心 確實沒有一拳太多強了 對我們可能真的鬆懈了 郭哥就是幫我們再把它調上景 告訴我們 比較一鬆懈別人就會追上來 這是非常現實的事情 狀狀就承受了很大壓力 因為變成說我們以前都一代的郭哥 然後現在狀狀變成要 好像要扛起這個帶領我們的重責 當然郭哥還是會支持我們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樣日常練習 我們到了現場 然後熱完身 結果沒想到突然有一個很高大的人 從我們後面出現 郭哥就假裝是在那個田徑場 就是他在跑道上散步的那種咖啡啊什麼的 就走出來往下繞 是他來突擊檢查 突襲 對 常常就是郭哥會這樣子驚喜出現 其實他還是有一直在關注我們 對 然後也一直希望我們變得更好 黃色閃電看起來像心裡分棒 但是啊 彭尊日前發文寫到 我們不一定能當好朋友 但要成為最好的隊友 被網友猜測是起了內訌 就是開玩笑的可能收東西啊 最小的人去收啊或是什麼 我覺得那至於那時候可能比較誤會 就是說 你這樣是不是覺得 如果有人去猜後面 才進來 剛剛才比較教我們做什麼事 這樣子 但是彭尊其實沒有這個意思 他就是開玩笑的時候 可能年紀啊什麼的 就是 因為我們當下都在場嘛 都會覺得說笑笑 那最後我們還是一起 一起幫我們一起什麼的 可是 至於可能那時候壓力也大 因為他可能會 解決說自己的運動表現 可能沒有那麼突出 或者是他也很想要進步 那對於這樣我們可能還沒有那麼了解彼器 他會有點不開心這樣 我們也都能理解 我的開玩笑方式跟彭尊有點類似 就比較地獄梗啊 而且我們開的蠻過分的 我們開一個的身高玩笑 好 我們男生就是很容易 直接講 然後我覺得我們講出來 大家了解彼此的想法 最怕的是沒有人說 這樣之後就不敢開玩笑了 對 這樣之後男生之間就會變成 誰都不敢 不敢幹話 都不敢講話 那這個團隊就會很多模 很多歌搭載 對 應該有被體型不能彈練來了 這一定的 這個 光還沒進前沒進之前 製作人就直接有跟我們說 我們就是來運動 要搞一些有的美的 對 其實真的也沒有辦法 真的太累了 對…我看到有點錯 那天就是 早上起來就超不舒服 我在馬桶 蹲了三十分鐘 還說比完之後 弘尊就有碰到我 然後就說 哇 你是女人不躺 他就說 哇 已經是中暑了 然後就趕快 帶我去給他緊緊地刮傷 結果一刮就 哇 整個紅通通的 就知道我真的是中暑了 以前對太陽根本就 對 不害怕 對 國中高中的時候 根本就沒差 我以為我已經對太陽明義了 所以我沒想到還是中暑了 是我人生第一次中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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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